Hello大家好,我是幽灵 本期咱们继续来玩新华夏文明系列 这次登场的是地府派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名角色 恐怖女鬼 阿飘的攻击方式和女妖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家伙不仅可以使用绳索套住敌人 还可以隔空抓取敌人 并且他还有恐惧技能 凭借这些招数就可以慢慢的耗死敌人 第二名角色是清朝僵尸 人物的细节把控非常的到位 僵尸的标配攻击方式那就是撕咬 作者在这里还给他们增加了一个墓碑的技能 而且这款僵尸在死亡以后还可以触发自爆的效果 现在登场的角色就是白无常 血必安 白无常有雷云的技能 绳索技能 还有格挡远程攻击的效果 接着登场的就是白无常的好兄弟 黑无常 范无旧 黑无常也是有远程格挡的技能 他手上拿的是君主长剑 搭配黑暗王躲闪的技能 杀伤力非常强大 白无常是法师 黑无常就是近战勇者 除了一伤技能 黑无常还有保命的狂暴技能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地狱恶鬼究竟有多恶 上来就是一脚神龙梯 直接冲进了敌人的中心地带 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 这家伙丝毫都不慌 又是一脚神龙梯直接杀出重围 国王这一下好像是没有砍到 哦 他还有群体恐惧的技能和火焰浪潮的技能 战斗力非常强悍啊 现在咱们再来看看孟婆的能力又是如何呢 上来就是法老跪拜的技能 我去 叠加版的女妖吼叫 前排的敌军全部都被搞瘫痪了 攻击范围得到大大的提升啊 只要敌人进入了他的攻击范围 就会触发这个女妖的尖叫 孟婆一只手可以丢出魔法弹 另一只手上拿的是可以丢出毒蘑菇的法杖 还挺快的 吊轮攻击又开始了 除了远程攻击 一般的进战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恐惧技能他也是有的 光你现在冲上来也没有什么用了 几下就可以让你跪了 接下来咱们看到的就是判官 哎呦 他一样也有跪拜的技能 但是判官是附带死神爆炸效果的 判官同样也是配备了吼叫技能 哇 跳过去的狂战全部都变成了亡灵 判官的投注物是大批量的明火 这样的攻击搭配 巨人武士估计也扛不了多久 是不是 很快就有一名巨人武士变成了亡灵 这第二名武士也是三两下就被咔嚓了 地府的阎王终于是登场了 阎王可以召唤两把鬼王剑 并且阎王本身还是具有远程谈判效果的 鬼王剑可以释放灵气弹 还可以使用居合斩 阎王还有火焰风暴的技能 阎王的双手分别使用的是火焰弹和灵气弹 这一下一千点的伤害有些疼啊 没有开血条 我也不知道阎王还剩下多少血 巨人武士硬生生的接下了一轮灵气弹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骷髅巨人 数巨人也没有撑过这一回合 俩巨人都变成了骷髅 阎王的技能搭配的也是非常有趣的 最后登场的就是地府派系的最高战力 邢天 邢天也是神话故事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 这里他使用的技能就是之前官二爷的赤色连斩 这个技能的杀伤力在上一期演示官二爷的时候 咱们也见识过了 邢天被围住还怕什么 根本就不用担心 邢天现在使用的这个技能 就是皇帝的连斩技能 这个技能也是耍帅必备的技能 同时邢天也装备了黑暗王的躲闪技能 这个技能攻防兼备特别的好用 OK 以上就是地府派系目前所有角色的演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会